黑社會知 爛仔 正式公映 大反派主角是走進來的曾先生 慘覺王先生先回應曾先生 是施政報告有關政治倫理的說法 東方有孔子孟子 西方有康德阿里士多德柏拉圖 這位橙角罕有一句粗暴語言都沒有說 一個民望最低的局長 你委任他做政務司司長 公然與民為敵 請問政治倫理何在 你解釋 為什麼 我正在問他主席 他說政治倫理 他是亂倫 請你坐下 他是違反政治倫理 搞亂這個政治倫理 我現在要他回答 無論是孔子 或是阿里斯多德 或是現代的政治家 現代的政治體制 都不會認為 講粗口 粗暴語言 粗暴動作 是市民合適的政治倫理 就是這麼簡單 慘覺根據議事規則 追問下去 同樣沒有說粗口 奸角曾先生 不懂回答 歉了 歉了 這件事根本好像 實在是爛仔所為 不單是說粗暴 你看 現在這個不是黑社會地方 黃先生 你還在發生什麼事 第二慘覺 長毛先生出場了 險知早開無間道 扮中立的第二間角曾先生 我認為黃毓民議員 梁國雄議員 你兩位的行為 已經使到我們這個答問會 沒有法子順利進行 我要求你兩位 現在立即離開會議廳 好 就這樣兩位橙角被踢出場了 只剩下曾先生 繼續做獨腳戲 人家問他事產的 繼續借勢抽水 插多兩位 行政長官和所有主要官員 出席這個會議的時候 他受的權利和議員一模一樣 咦? 你看啊 不過大家都是奸角 當然沒有趕他出去 還有曾先生 林元祥表演多次 梁國雄議員 剛才 扔出雞蛋 我是很害怕的 請你不要害怕 不要煉 不要放棄 因為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解讀黑社會之 照搖鏡 人稱瘋狗的慘覺 黃先生 沒有說髒話 反而被人趕走 他肯定是百分之一千 氣爆了 我現在在說髒話 你不要這樣 我不是說這些嗎 他真是離開我 我估計他現在要派檔 每個人在拍手掌 我問他最不想聽到的問題 第二慘覺都很生氣啊 拆了奸角曾主席長上來 洩憤啊 有什麼資格做他們 還有什麼資格做主席啊 幸好在氣盤裏面 很多人支持他們 如果說他爛仔 都是一個冒犯來的 所以我希望主席你裁決 其實行政長官 是不是違反議事規則 為什麼這個會議廳裏面 議員身體語言 有少少是粗暴的時候 你就要去採取強烈的手法 但我們自己的保安人員 有沒有理由 都可以在這個議會裏面 橫衝直撞 他們拉大隊來搶 至於一向堅定可信的民主黨 密針了一輪之後 除了輕姐 全部堅定地坐在那裡 不知道所謂的泛民團結在哪裏呢 第二奸角曾主席 三年多以來 一直飾演中間派的局勢 昨天終於露出狐狸尾巴了 還在處理黃毓民議員問題的時候 梁國雄就起來 他依然是拿著他那個展示牌 他說是規程問題 我當時的判斷 就認為那個場面 已經出現了一個 不應該出現的一個混亂局面 不過有片有真相的 林大輝一樣拿著牌 什麼事都沒有 前主席都說 曾特首是含沙射影 曾主席應該先叫曾特首澄清 沒有他 懂得看戲都知道 這就是叫曾先生擦曾先生鞋 有泛民說 會提供意譴責曾主席